长延期第三十四周星期六 最后的提醒 攻读圣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 你们应当谨慎 免得你们的心为厌引沉醉 及人生的挂力所泪时 那意想不到的日子淋于你们 因为那日子有路罗网 淋于全地面的一切居民 所以你们应当实时醒悟祈祷 为是你们能逃脱 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事 并能立于人子之前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子妹大家好 主耶稣的话呀 是永恒的话题 那么这永恒的话题 我想用今天的标题就是最后的提醒 因为我们今天也到了长年期的最后一天 我们从将临期又开始新的一周的礼仪年 所以我称它为最后的提醒 那么这个最后的提醒啊 可以说我们归结于两个字 或者就叫提醒啊 那就是提醒什么呢 让我们谨慎 让我们醒悟 或者就谨慎醒悟这两个词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 谨慎和醒悟的态度 总不会落后或过时 并且啊 随着时间越往后推移 这谨慎和醒悟就变得更加醒悟 所以主耶稣的话呀 就显得更加响亮 所以咱们特别的看 什么是最后的提醒 我想 默想几点 两点做事 一个是 谨慎和醒悟 这最后的提醒就是谨慎和醒悟 这里呀 我还要提起 我经常提到的那位老神父 在他生命的默刻 他对那些来到他跟前的人们 说说的话 特别是神父们 不要做个懒汉神父 你今天不成圣 永远成不了圣 这位老神父啊 是用他的生命 给我们宣讲 这谨慎和醒悟的福音 这个谨慎和醒悟啊 换句话说 就是永不会过时 只要咱们在这个地球上 总得要谨慎和醒悟 那为什么要谨慎和醒悟啊 因为没有谨慎和醒悟的精神 即使我们听到福音 这福音也无法彰显真正的力量 也不能影响我们 因为福音是生命的福音 福音需要用生命来实践 那这生命就是谨慎和醒悟的生命 也可以这样说吧 福音是我们谨慎和醒悟 而谨慎和醒悟 也使我们度福音化的生活 也就是也使我们能够真正的福音 在我们身上产生影响 不过这里就需要往深里去问 为何我们需要以谨慎和醒悟 来聆听或实践福音呢 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 咱们就得慢慢的看 首先呢 我们先说一个事实 今天很多人都聆听过福音 有的还是从事福音宣讲工作者 你比如我 或者有的教友的多年灵洗老教友 可是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和福音 是两回事呢 也就是说 为什么福音不能影响他们的生命呢 就像昔日的犹太人 他们天天读经 昔日的犹太人 法律赛人 他们把圣经都背过了 为什么福音不能影响他呢 其实啊 不是福音出了问题 而是人有问题 那人的问题就是 谨慎和醒悟的反面 就是厌隐和沉醉 以及人生的各种寡虑 我们也可以说 原罪下的人 其本性是沉醉和糜烂的 各种思域偏情 就是使人沉醉和糜烂的 那个原动力 要知道这些沉醉和糜烂 与福音精神是背道而驰 针锋相对 水火不容的 所以如果我们的体内有这些东西 那我们的福音 再多的多 在我们身上产生不了效果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 也帮助咱们今天特别 我们很多人都在读经的人 也说 我们看昔日的法利赛人 他们圣经都背过了 为什么他们的问题 我们这是我们要面对的 为什么有些人对福音 可以开开而谈 读了很多经 可是他们的生命 却烂醉如泥呢 是因为这些人的生命内 有和福音相反的东西 使这些东西阻碍 福音在我们身上插上力量 这就像耶稣讲的 撒种的比喻中 所说的那些情况 比如那路旁的 石头地里的 经济从中的 都无法正常的解除果实 原因是什么呢 那个路旁 经济从石头地那里面 那个东西 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 沉醉如泥 那种糜烂的生活 或者说各种挂虑 这方面咱们再看一下 圣奥斯定 他做的深刻的反省 圣奥斯定他说 这是他的祈祷 在忏悔录卷三第十二 他说你透过你的祭司 透过一个在教会内成长的 精通圣经的主教 给我另一个答复 我们知道这个主教就是 圣昂波罗靴 米兰的主教 他接着说 我的母亲请他来和我 做一次谈话 拨持我的错误 诱导我去恶从山 因为他如遇合适的对象 都是如此做的 我想天地下的母亲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位主教拒绝了我 事后我才懂得 他这一决定的明智 他回答说 我还不肯受教 因为一如我母亲告知他的 我由于心静 接受了这个异端 这个异端是指的摩尼教 这个摩尼教的异端呢 是 他是一个也信耶稣 但是他里面的思想 我们有机会再说 这是一个二元论的善恶 两个里面有很多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 这不一个异端啊 圣奥斯丁还是接受过 说我还意气洋洋 会用一些脚快的问题 难倒了好些知识比较浅薄的人 接着又说 让他去吧 你只要为他祈求天主 他自会在书本中 发现自己的错误和狂妄 这是圣奥斯丁 他的忏悔录里叙述的 那么根据圣奥斯丁这个 祈祷啊 他说的这位智慧的主教 他也曾陷入过这个异端 就是圣奥伯罗肖 他的母亲曾经陷入过这个异端 所以从小 他也读过这个异端方面的书 所以这位主教 是以他的亲身经历 引导圣奥斯丁 对于这样的人 意思说 不要操之过激 福音不是咒语魔术 好像一念经 马上这个人就会改变 人的改变 首先需要内心的改变 就是首先是内心福音的话 即当任内心改变时 人的内心改变时 才能福音走进他的最佳时期 我想这个情况 咱们大部分都会遇到 一般当妈妈的都是渴望 孩子瞬间变好 所以这个妈妈一般都是见有人 见遇到一个好神父 好修女都愿意把给自己儿子了 孩子了 带到跟前 起个岛好像就没事了 这是 可是我们有时候关心则乱 可是这个问题 咱们接着下面默想 就是问题又来了 面对这种情况 这种人 难不成我们就不向他们宣讲福音吗 我想首先 福音中的一句话 回答我们的问题 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珠宝投给珠钱 怕他们用脚践踏了珠宝 又反过来咬伤你们 猪狗就是指 在人心中 还满是世俗的邪恶 傲慢狂妄 此时强迫他接受福音 不但不能接受 反而会增加他的邪恶 其次呢 这位智慧的主教 对圣老师丁的母亲说的 我的母亲听了这些话 依旧不放心 更加苦苦哀求 痛苦流涕 请他来看我 说服我 馋得他有点不耐烦 生气的说 去吧 这样生活下去吧 你为你的儿子 流下的如举眼泪 这样一个儿子 是不可能死亡的 我想圣老婆罗 小主教的话 好像就是主耶稣 对我们提醒 又像那位老神父 不愿意欺贫的提醒 必须谨慎 和醒悟的心神 才能得救 所以 那么如何谨慎 和醒悟呢 就是上面 圣老婆罗 对他母亲说的话 变成一个祈祷者 这是我们说的地儿 怎么才能成为 醒悟和警醒的 那就是绝不是世俗的 咱们昨天也说过了 这是信德的 谨慎和醒悟 换句话说 只有天主可以使人 谨慎和醒悟 而让天主帮助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祈祷 所以 怎么样才能谨慎 变成一个祈祷者 有一颗祈祷的心 没有祈祷 一切免谈 当然 祈祷必须是 谨慎和醒悟的祈祷 其实当我们真正祈祷 本身就是醒悟和谨慎 而真正的祈祷 与谨慎 行悟 可以说是同一次 所以主耶稣在提醒之后 说 所以你们应当 实时醒悟 祈祷 为使你们 逃脱即将 发生的一切事 并立于人子之前 如此谨慎 的 行悟和 祈祷 就成了议题 亲爱的兄弟姊妹 咱们今天就默想到这里 咱们最后做个反攻质问 一 我是一个谨慎的人吗 如果是 我的谨慎是怎样的呢 世俗的 还是信的的 这里的谨慎 不是光指的那种担心害怕的 小心意义 这里的谨慎 有一点智慧的意思 上智的意思 就是谨慎是一种 可以说谨慎就是一种 内在的醒悟 第二 我是一个醒悟的人吗 如果是 那我的醒悟是怎样的 你自己形容一下 你的醒悟 世俗的醒悟 做生意的人 还是信德的醒悟 灵魂大事 三 如果我不是一个谨慎 又不是一个醒悟的人 那么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四 我是一个祈祷的人吗 如果是 我的祈祷是怎样的 是谨慎和醒悟的祈祷 还是什么样的祈祷 好 最后咱们做个祈祷 主耶稣 求你警醒我们 求你帮助你的教会 恒久的祈祷 主耶稣 求你帮助你的教会 常常活在谨慎和醒悟之中 主啊 求你借着 派遣圣神 把我从沉醉中 迷烂中 幻想中 邀醒 你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对 周圆 在江湖中 未经许的 什么都 有 有 有 感谢观看